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那這個是復活全身RS最新的U-DX轉蛋 那這次呢會有三隻新角 那分別是最新的這個烏魯皮納 這正是二刀的奧義 這隻呢只會在這次出現 那就是限定角 那另外呢會有兩隻角色衛進白金池 分別是SS 才不原諒你的伊莉莎白還有SS 有什麼意見嗎的李奧納多 那旭哥就來做這個最新最即時的轉蛋分析 還沒訂閱頻道 記得訂閱頻道隨著關復 而且RS轉蛋冒險攻略 還有轉蛋分析戰力分析 實戰測試 那首先呢講一下這個Ultra DS這個轉蛋呢 旭哥個人的意見啦 先做個個人意見的話 應該是會想要skip吧 但是他這次蠻有趣的 就是說他的 這次有什麼三輪限定 十連召喚的階段三必中一名SS風格 那我這個不知道他是付費賺還是免費賺都可以抽 所以我還是猶豫一下 那假如真的是必中一隻的話 還是算有一點點細膩 不過基本上去根本是蠻想skip這一隻的啦 因為這三隻角色呢都不是什麼必要角色 但是你假如有愛的話 尤其是像你很喜歡這三隻角色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一下啦 那三十抽小抽一下 四次手氣應該也是可以 就是 只要賺多的話 或是說很喜歡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好那我們就進入那個日本的Wiki的分析好了 我們看一下 真的啊這一次的角色真的有點尷尬 而且他這一次擺明就是要在 就是可能大活動之前在消耗一些鑽石的那種 感覺意圖啊 意圖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講一下 第一隻呢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呢是這隻後來會進白金池啊 他就是89分的角色 然後是Attactor攻擊手 他的腕力加成值是90%在第66名 然後敏捷加成值75%在也是第60名 那其他的話都還有愛在47%是95名 其他就是智力173名啊 體力398名 然後精神300名 速度229名 魅力123名 這些都比較後面 好那我們就直接看一下就是 他的這個技能 第一招主動技能威力吸 然後BP4 決定型的話BP3 那這招就是可以一直連放啦 因為BP3的話就可以一直連放的招式打加熱嘛 那這招會有那個暈眩的效果 機率小 那第二招呢 威力A BP8 決定2次的話BP6 打屬性的BP6的招式 那第三招 威力3個S 然後BP 決定3次的話是12 再加上呢 他的被動技能組的第一招呢 就是開場的時候有加BP2 所以他一開場就放的出來 那就很像那種圓的感覺 只是他是打屬性的 那一開場就放的出來 像那個亞凱薩啊什麼 早期有幾隻角色都是做這樣 就是BP加2之後就是第三招 然後決定3次就放的出來 那這招還附帶一個暈眩的效果 機率中 這樣 3個S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主要就是負責單體的角色 都是單體的技能 好那我們看一下被動技能組第一招就是BP加2 然後第二招呢就是有反擊 就是被攻擊的時候呢會反擊 然後他會用就是有機率的 就是會用就是第一招 用第一招來做反擊 就是打加樂那招威力7那招 然後他以Rank1的發動 再來第三招是常駐的傷害傷身 精神亢奮的第四級 效果大 好那他這隻呢有S的風格 但是應該目前還沒出嘛 S的話有溺水平打還有鼓碎 鼓碎應該可以拿來繼承降丸 還有一個全體技耶 那這隻好像還沒出S的風格 好那他在第38級的時候速度加4 46級的時候速度加5都加速度了 他感覺是挽力角的嘛都加速度 好 就大概是這樣 我們看下一隻角色 下一隻角色講一下烏魯皮納好了 烏魯皮納是這一次UDX限定角 哇他的手在幹嘛 那90分的限定角 那其實這一次我不知道會不會魔改了 那兩個驚嘆號沒有魔改的話 我覺得就是 就是以一個限定來講 來講現在應該是有點稍微不及格 因為之前大家有抽過未來人卡池嗎 就是未來人池出了好幾次 那相對而言這一池的吸引力就會降低不少 就是因為這一池的強度 跟未來人比起來是有點落差的 好那我們講一下他的晚力 94分94%然後34名 就是加成池 然後在敏捷呢是80%在39名 這兩個都在前40名 那速度呢在127名77% 其他就是比較差在 像智力192名啊體力212名 精神345名 還有魅力在189名愛在273名 這些比較差 好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今天主第一招 劍氣VEDBP5 決定主要BP4的恆音列的攻擊 範圍攻擊 那第二招呢就是威力SBP9 決定兩次的話BP7嘛 然後他就是會有斬屬性的單體攻擊 然後是BP7然後威力S的斬屬性還OK的 再來第三招就是 呃二刀荒石魚威力A 然後這個是防禦的攻擊 決定三次的話是防禦攻擊 他可以就是進行防禦狀態 然後再進行反擊 那這個效果是一回合 他反擊技也是二刀荒石魚 然後就是 攻擊威力A 然後恆音列斬加土範圍攻擊 這一招 好像有人說這一招效果還不錯啦 我看了一下網友是 然後還有一些說明是說這招效果還不錯 迴避Counter的攻擊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被動技能組 第一招進擊的劍氣呢就是 他在就是用第二招命中時呢 他還會再發動劍氣 就是第二招會接第一招 就是 所以你就是 第二招的話威力S嘛 他還會再接到第一招 就是RANK1 劍氣RANK1 S再接一個D的RANK1那個招式 重點是第一招呢 他也是範圍攻擊這樣 好 第二個近期的練氣呢 這個是帶雙效果的 那未來的卡池 比較多都是有雙效果的技能 像之前未來人池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是未來的很多都是 一個技能就塞了好幾個技能在裡面 所以可能一個 主要角色就有大概 四個被動技能之類的 就是會很好用這樣 那這招也是 近期的練氣就帶雙效果 就攻擊命中時HP回復極小 再來呢 擊破時呢 BP回復 對 然後假如擊倒的話 還會有那個BP回復加1這樣 再來就是第三個是常駐的傷害傷身效果 特大的第五集 精神抗奮第五集 好 這個漫畫不知道在演什麼 那這一支呢 是烏魯皮納的3.0的版本 他在第38集的時候速度加4 46集的時候速度加4 其實這一支不知道什麼都要加速度 這怎樣 速度詞就對了 UDX速度詞這樣 所以這個抽起來我是覺得會有點 不知道耶 喔這個 在吃巧克力球 好吃嗎 還是在吃草莓 好那這個 我們講一下第三個角色 這個李奧納多 李奧納多是87分 87分不能再高了87分 定位是Attack攻擊手 那他的腕力96%19名算還不錯 然後體力在70%第80名 還有就是愛在47%95名 其他就是比較差 像智力385名 然後精神155名 速度147名 然後敏捷221名 還有魅力393名 我們看一下技能組 這支好像有S啦 之前大家應該有抽到他的S過 第一招威力BP5的 打屬性的攻擊 就是蠻常見的 好第二招 三段斬 就是威力B 然後覺醒兩次的話BP5 這招是 單體攻擊 所以第一招是打屬性 然後第二招變斬屬性 斬屬性 滿有趣的 第三招然後威力ABP12 那你至少覺醒兩次的話 他可以再開場放嘛 然後他這個是斬加打 所以這隻角色就是 呃特色應該是他有斬屬性有打屬性 就是在這兩個 就是時候可以用到 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近期比較多有這種角色 就像墨鏡哥嘛 墨鏡哥就是有斬屬性有打屬性 未來可能會有這種蠻多就是斬屬性打屬性 角色 像墨鏡哥就很明顯 但是呃有的墨鏡哥就是 這隻嗎 呃好 不特別說了 第一招 不屈之信念 就是氣絕的時候呢 他會有這HP會彈起來這樣 就是就是 被打掛的時候會彈起來就是 一次 HP50%回復這樣 所以就是他可以當坦嘛 然後被打掛的時候就是 他的定位應該也是坦嘛 喔他是定位Attacker 但是他可以當坦用 好再來就是腕力沖田 亂的開始的時候腕力上升效果大 再來就是 常駐的傷害上升效果大的第四級 精神康分第四級 那最主要他的可能有這一招就是 被打掛的時候可以彈起來一次 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 很像殭屍一樣有沒有 還會彈起來一次 然後他在第三八級的時候腕力加四 四十六級的時候體力加五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可以拿來當坦用啦 因為他的體力又加了這樣 他總共體力應該可以加到十幾吧 對啊看一下這個大概 可以加到十幾以上差不多 好那基本上這隻角色就是一個 攻擊型的坦 最近的驚嘆號比較少了 比較多在吃東西的 巧克力棒啊 巧克力棒啊 什麼草莓啊 巧克力球的 好 所以這一次呢 最新的轉蛋分析的就錄到這邊啦 那旭哥總結一下好了 就是呢 像烏魯皮納就是 呃 好像也不是必仇 然後像伊莉莎白呢 呃好像也不是必仇 李奧納多呢 這個是個攻擊型的坦 呃好像也 不是 所以這三隻怎麼都有點尷尬 好但是 我覺得 呃 烏魯皮納還有伊莉莎白的圖面不錯啦 尤其是伊莉莎白是目前就只出這麼一隻而已 那烏魯皮納出了 這是第三點贏了嘛 然後李奧納多的話 李奧納多的話 這隻是 呃 他有從那個S的時候就已經有 所以你現在就是等於說可以進化一下 大概這種感覺 那他的食言召喚階段三必中一SS 不知道是不是這三隻其中一隻啊 試的話就稍微有點吸引力好啊 所以不想抽完應該是李奧納多嘛對不對 那這在鐵達尼後就已經撐下去了 就不用再起來了 好那今天旭哥抽轉蛋的這個轉蛋分配錄到這邊 我們就下一集見